接下來我們要水污染 水污染那就是水弄髒嘛 你把髒東西排到河裡面 然後讓水墊髒叫做水污染 你沒有經過處理排到河川啊 排到大海啊 或是不知道地下當中 就造成很多水污染 主要的一個污染叫做生活污水 就是你在家裡面洗泥啊洗菜啊洗澡啊 那種你生活上所產生的生活污水 這通常會使的水體缺氧 缺氧 然後會有惡臭啊什麼之類的 ok 另外一個叫做失業沸水 公司航號工廠所排放出來的叫做失業沸水 這通常會造成所謂的重金屬污染 或者是有毒化學物質的污染 前兩天不是說有核變成什麼芋頭色之類的 芋頭牛奶一色那種 我排放一些髒東西啊 那個大部分是重金屬污染 或是有毒物質的 就是工廠的這些東西 它成本很多啦 那叫做畜牧廢水 養出養鴨的 出食出尿 雞食肌辣那種 排放過去的 這通常會有一些悠氧化的問題 悠氧化的 剛好會提到悠氧化的問題 還是所謂的垃圾 垃圾的 垃圾的東西 滲流的大部分 或者其他 或者其他的 可能是帶狀或什麼之類的 其他狀況 就是它的污染的可能一些來源 污染可能一些來源 然後呢 我們所謂的 對農田施肥啊 或撒農藥啊 或者是一些油管破損啊 也都有可能 那台灣主要的水污染來源就是生活費水 就是你每天洗澡啊 洗米啊的那種 那種髒水 是我們主要的 就是我們主要的污染來源 就大全部來算的時候 那這台灣曾經有過發生的水污染事件 綠牧利 蚵仔 蚵仔變綠色的 為什麼變綠色 含銅量過高 在那個電鍍工廠什麼 被你今天講過 蚵仔變綠色的 我們台灣的教授曾經寫過一個文章 說你的綠色 蚵仔什麼 重量的含量過高 然後引起恐慌 然後呢 就有一些無妖男子 無妖女子 好帥 給你表演生吃蚵仔的遊戲 那個沒有用啊 為什麼沒有用 那個不是毒藥 吃下去不會死啊 董營師啊 他不是吃下去不會死 你不會晒就死掉了 他就不能吃 不會 就可以盡量吃 重金主的問題是 他會在身裡面累積 累積 累積 累積到一個限度 你就再見了 你就會出毛病 你就會生病 又幹嘛 剩下畸形額 什麼之類的問題 那麼教授解完之後 大家引起恐慌 他就出來打員 想說 你們不要擔心啊 按照我們的數字啊 你每天也要吃一碗某啊 然後連續吃個十年 二十年 你才會出問題 這樣講法也不算錯了 可是很不幸的是 台灣有太多地方 你會吃到重金屬 我們有一個綠色的蚵仔 對不對 我們還有種出銅木瓜的 你叫銅木瓜 木瓜含銅量過高 因為它土裡面都是髒東西 它吸收了它最含銅量過高 所以你吃這個吃一點點 你吃那個再吃一點點 一點點加一點點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就變成很多點 對不對 你就會出毛病 好 鼓勵 重金屬不來 那我會再提到他 高瓶溪的水 以前啊 高瓶溪的水很髒 現在好多了 然後所以高雄的人 不太喜歡他們的自來水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水從高瓶溪抽上來很髒 要下重粉去消毒 然後很多的消毒水 所以弄完以後你說乾淨嗎 乾淨 有沒有什麼傷害 沒傷害 喝起來好喝嗎 不好喝有股味道 因為要放重粉消毒啊 用重粉消毒有股味道 不好喝 不爽喝 好喝一些水 因為那個當初的岩線上 工廠養豬的養鴨的那些大堆 豬死豬那樣非常的恐怖 那個污染量非常大 RCA 隔米 那個工廠已經倒閉了 他在那邊做工廠 排放出備水之後 污染那邊地下水 那邊種出來到底叫含隔量過高 重金屬含量過高 叫隔米 隔米不能吃 怎麼辦 我們講過嘛 地下水污染你有救嗎 沒救 所以只有一招 哪一招 休耕不中 因為重症都含量過高 整個2000年之後就可以重了 這是自來水天性之後 OK 好 寒生就是 不曉得你們見不下還是吃東西 這是台灣光復初期的流行進擊病 骨腳病 後來發現是因為寒生這樣壓力造成 但現在大家都喝自來水 應該就沒有這問題了 這兩個算熱污染 這兩個可以算熱污染 都是因為熱造成 河山場 那邊在珊瑚死翹翹 白化不經常死掉 還是白化掉 為什麼 熱廢水 因為你們底下有教嘛 河電廠需要冷卻水對不對 所以很想要蓋在海邊 抽海水進來 機竹冷卻再把它出去 所以進來是冷的 出去是熱溫排水 大量溫排水去 然後使海水溫度增加 那個珊瑚就凍毀了 然後就白化 原頓就死翹翹 所以白化 碧雕魚也是那個 那是和二長 當初那個反和人就出來嚇說 你看那輻射污染啊 怎麼樣怎麼樣 這跟輻射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那個冷卻水 你會有輻射 就馬上就大 馬上就大 海外都會做的實驗 就是熱的關係 然後那個小魚呢 水溫太高 過他的酵素 所以他就長不好 什麼叫碧雕魚 碧雕是我小時候 附帶性的一個角色 那個人喔 瘸腿駝背 就是個雞型就對了 就是個雞型就對了 然後給他武功很高強 那碧雕魚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魚 人家魚是直的對不對 是你成S型 彎的 還是你彎的 所以你是彎的 那監獄很難接 因為不會不平 不平 要避雕魚 避雕魚 他也是熱污染 所以最後這兩項 可以當作是熱污染 他說是因為水溫太高所造成的 這就是台灣曾經有過的一些 水污染的事件 OK